我今天想做一个节目 给大家剖析一下 澳洲华人在澳洲经常做的各种小生意 这种小生意它的模型投资收益 从这几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体会 只是说我的体会 也不能说什么经验可谈 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也看到周围有朋友成功也有朋友失败 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剖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私信来交流一下 我第一个要给大家去讲的一种生意模型 就是大家一来到澳洲 新移民都能看到很多的街道购物中心 有很多的华人开的礼品店 小百货 折扣店 两元店 这样的东西 我这里把它这一类的百货性质的小百货性质 我都把它归为两元店 不管它的体现形式是礼品店 两元店 折扣店 小百货店 其实它的性质都是基本一样的 然后它的货源和供应系统也是基本一样的 只是说你在这个供应系统里面选择什么样的商品 你喜欢卖一些什么样的商品 你的店面有多大 你开店所在的区域的人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比较好卖 从这个东西来形成分布成各种各样 有点差异的生意模型 但实际上这些生意模型 它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很普通的百货零售店 因为它基本上不包含食品 即使都包含一点点的所谓食品 都是一些包装食品 比如说糖果之类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店面 在澳洲的consult里面 市政的管理上 是作为普通零售业 所以它不太做什么控制和管理 也没有食品卫生的管理 偶尔会有一些工作 工作场所安全的管理 但都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这种店面是比较容易入手 也比较容易起步 那我会找几个模型 找几个模板模型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样的规模要有多少投资 费用是多少 很可能性的收益是多少 那这一收益呢 这个是没有谱的东西 你的选址 你的租金 你的经营 你的选货 都有可能造成你这个店面的成与败 但是我当然会讲出一些比较普通性的数据 也比较合理 也比较常规的数据 让大家去 有点所体会吧 那我今天呢 就因为是疫情期间吧 我找了一家朋友的店 这个店面面积比较大 店面面积有1000平方米 1000平方米呢 它就包含了整个差不多我们能看到的各种类别的商品了 1000平方米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店呢 我们的经验来看 如果小店和大店呢 它每一平方米的商品呢 就要投入是不一样 那按我平均数字来算呢 因为我自己曾经开过20几家这样的两元店 大概我的平均数据呢 就是每100平方米店面呢 大概的商品库存量 大概是3万5到4万块 那也就是说1000平方米的店面呢 你的总投入商品呢 可以是35万左右 而整个这样的店面面积呢 它的货价的投入呢 并不是很高 货价投入这家店面1000平方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它有200多个倍的货价啊 200多个倍 每一个倍像你200块澳币的话 那也就是4万5万块钱的货价 那并没有什么冰箱啊 等等这个东西 再加上一些所谓的身材工具吧 什么电脑啊 这个东西 监控系统啊 这个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呢 这样的店面呢 其实5万块澳币就够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规模 那我等一下呢 就说给大家会看一下这个店面啊 它的各种的设置啊 货品的分类啊 等等这样的东西 大概吧 浏览一下 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下啊 啊 就说以这个店面为模型 跟大家算一下啊 这样一家店面 1000平方米 那通常呢 它肯定不会是在购物中心 那购物中心的1000平方米呢 那那个租金呢 可能一年就是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澳币了 那这个呢 这个行业是无法承受得了的 那现在一般的中型购物中心啊 每一平方米 每年的租金都要500块钱以上啊 到高档的购物中心到七八百块钱一平方米了 那所以呢 这种店面的选择呢 那肯定会选择大陆边上的一些可以做零售的大型物业啊 那它的租金呢 就会低得多 那现在呢 就是我想呢 这种租金呢 应该是在啊 控制在每一平方米100块钱以内一年 也就是说1000平方米的店面 如果要做这样的行业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一年啊 控制在10万块钱以下的租金啊 那这现在就很简单给概括一下了 就10万块钱的租金 35万左右的库存 5万的固定资产投资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一家店面的所有投资了 那投资呢 还应该加一部分的啊 租金的押金 比如三个月的押金 第一个月的租金 那你就还有增加5万块钱 也就你总的投资 在45万澳币 那就是比较充足了 而这样的店面呢 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是自家经营 只是搭一个帮手 或者一个part time的话呢 它基本上不太存在亏损的问题的 它只有可能存在呢 赚多少的问题 或者赚了赚不赚得到你理想中的钱的问题啊 这个是华人做生意呢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意入门 也就像这个生意很少会亏损的 而这种类型的店面最容易亏损的是选址问题 也就是选址选贷购物中心 10万块钱的东西也只能租到150平方的店面的话 这个亏损的机会就极大了 因为150平方米你能展示多少商品 或者你的商品库存有多少 然后商品库存很少的话呢 就造成了如果你遇到客人即时购买 比如说某个人马上想买100个杯子或者50个盘子 或者某一种花他喜欢了他买10把20把 你就不存在这个量了 那没有这个量供应呢 这个人的这个即时购买的兴趣可能就过去了 那你的生意就会这样做不到 所以呢就大面积有大面积的好处了 就是这样风险会相对低一点 那我还是建议呢 就是说这种店面呢 对华人来说呢 应该来说是风险是低一点的 那这样的店面呢 一般经营者啊 他都有个什么期望值 就是说你开一家这样的店面 我认为呢 最基本的期望值是什么期望值呢 就是说你们的劳动价值要赚回来 比如说你这家店面 你夫妇两个人全职工作 那你你是新移民 你把自己的期望值定义在一年是四万五万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店面呢 你的收益至少要赚到你夫妇两个人的中低收入 就比如两个人是五万 那就是十万收益 那十万收益以外呢 还应该赚回你投入的 我刚刚所说的 四十五万的合理的投资回报 那最最最最普通的投资回报 你至少有百分之十几吧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赚到百分之二十呢 当然就好了 那当然百分之二十呢 也就是说就四十五万了 百分之二十你就是九万 那加上你夫妇两个人的劳动投入 那你应该家庭收入有十九万 也就是一个很合理的 很好的就比较合理的期望 这个期望呢 并不是什么策望啊 只要比较容易能够实现得了的 也比较合理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这样的店面呢 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这什么前提下才能赚到这个钱 那这样的店面呢 它的毛利率啊 就要整个行业毛利率呢 平均下来肯定会有百分之五十的毛利率 那也就是说刚刚我说的啊 就是一个员工 加上你夫妇两个人 那你夫妇两个人十万 那个员工也五万十五万 刚刚所说的租金十万 那就是二十五万了 对吧 你的期望收入 再加上八九万的投资收入 收益 那你应该就是二十五万加九万 就是三十几万 那三十几万是你的 再加上一点点水电费 那我就还是三十几万吧 就说应该这样说 那也就是说 你这样的一个店面 你一年的毛利 就应该是你的员工工资 你自己的工资 和你刚刚我说的投资收益 和你的租金费用加起来 那这个刚刚我以这个为 一千平方为例子来算呢 那就是应该是三十五万左右的毛利 那也就三十五万的毛利 也就是你这家店面 你的目标营业额 一年就是七十万 对吧 一年七十万 那等于你五十周来算的话 你就是一万多块钱一周 那就是这一家这样规模的 店面的最理想收益 那如果再降一点点收益 理想收益 你就把你的投资收益降一点 对吧 那不管怎么样吧 就说这样的店面 你最基本的每周营业额 还得超过一万块钱 那这个超过一万块钱 有多难呢 不是很难 也不是很容易 那首先呢 你就是肯定是要有前期的一段时间的经营 因为你不是坐落在繁华的自带人流的购物中心 因为刚刚我一开始的前提选址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不要选址在购物中心 那你选址在一些大型的路边的零售物业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自带流量了 那不自带流量呢 那你就得用一段的时间去build up 就是说慢慢形成自己的客户群 这个就是这种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当你过了这段时间以后 你的客户群有了基础了 那你的客户群是客户带客户 客户带客户 那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以后呢 你会逐渐逐渐的达到 那按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正常经营这种生意吧 我估计大家肯定心理上会有一年半年的 前半年可能是亏点钱 一年是平本 后面慢慢就两三年后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收益 那应该是能做得到的 这是应该做得到的 那等一下呢 我再给大家拍一下这种店面 它的大概的货物布局 那这些货物呢 其实可以更多的类别 你喜欢什么货物 有时候我也讲 你喜欢卖的东西 他就卖的好 你不喜欢的东西 他就卖的不好 这个其中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呢 你周围的客户 他喜欢买什么东西 你就会带动你去卖什么东西了 我等一下给大家再拍几段 那这一家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是朋友开的一家 大型的这些两元店 那说实际上两元店 实际上只是一种类别罢了 但没有多少东西 就两元的了 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给大家看到 他很主要的一个session 就是卖各种装饰的假花 是吧 这个是给大家看了 就假花 然后呢 就是一些party上的什么气球啊 糖果啊 之类的东西了 还是假花 还有一些很普通的商品吧 就比如说像袜子啊 厨房用品啊 厨房用品啊 然后呢还有一些香啊 就是那些印度人做的各种的香 还有这些香油 就是这些我们中国人叫精油吧 什么卡片啊 之类的蜡烛啊 各种蜡烛啊 蜡烛啊 然后各种的花瓶啊 还有一些啊 你看后面那些扫把啊 托把啊 花盆啊 这些东西吧 还有相框啊 相架啊 那还有呢 很大一部分就是毛线 很大一部分是毛线 这里好几百种毛线的颜色在里面 应该几百种都有 然后呢 各种工具啊 啊 然后一些储存箱啊 中国人家在整理箱啊 之类的东西吧 大概就是啊 类别呢 这些就是他们的存 的存货区间了 就这些的库存的存货区间了 啊 那这个呢 就是说一些一个啊 比较典型的啊 比较啊 中国人开的这些两银店 比较典型的 啊 的品类吧 那这些品类呢 是可变的了 就说你根据你的区间 根据你的面积 你都可以让这些啊 品类有所改变啊 这点没有什么啊 很固定的模式 而这些供应系统呢 它都是啊 基本上是共通的啊 在我们华人圈里面了 就说华人开的这种进口商批发商 我估计在墨尔本 都有好几十家甚至百家了啊 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找得到的 在华人圈里面很容易就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如果谁有兴趣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啊啊啊 那这个呢就说啊 我今天呢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店面了 来剖析一下这个行业是怎么赚钱的 能不能赚到钱 对吧 那有机会呢 我会找一个另外一个稍微规模 小一点的 就最普通的规模 比如说啊 店面面积在200百百200平方的 他是怎么样经营的 他的费用投资是怎么样的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些哦 如果大家喜欢的就点赞 加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